好生不用到非洲 眼冷飽覽野生动物生活 景景的美国圣地牙哥野生动物园 园区内模拟自然的生态环境 游客在这里可以看到动物最自然的状态 最近又多了一只超萌的 九个月大五味熊 让人好想抱在怀里 一起来看看 美国圣地牙哥野生动物园的 澳洲内陆园区 饲养着袋鼠和一些澳洲的鸟类 五味熊是区内的明星动物 一只九个月大的小五味熊 从可爱的模样 更是吸引游客的目光 这毛茸茸的小淘气爽为命名 虽然已经离开妈妈的育儿带 八个星期 依旧难掩对母亲的依赖 经常趴在妈妈的悲伤 动物园的管理员说 虽然她爱撒娇 她可还是顺着发育轨道成长的 非常健康和爱讲话 这只五味熊每天都会出来 来休息环境 在树上爬来爬去 累的时候就依偎在母亲的背后 我们想要确保他吃足够的食物 每天睡眠时间可达22小时 相较起来 在圣地亚哥的小五味熊 一点也不逊色 可见他们生活得非常适应